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李永康 我們今晚所討論的就是 最近香港的另外一個流感高峰又再出現了 大家都看到很多醫院都忙於應付這些突然 可能湧入的病人 其實很多醫院的病床都可以說是為了照顧流感 都差不多滿了 也看到在報紙上也有說 很多其他內科或者小兒科的病床都預留一部分 比萬一下流感病人的需要 也有很多不是必要的手術都暫時停一停 也都通知那些醫護人員隨時準備要加班工作 也都聽到很多學校 原來整班整間學校都爆發這些流感 可能有些是有搶炎的流感 整班同學都要停課 也都看到香港過去政府經常都提及 我們需要儲備多些流感藥物 像達敏福這一類的 但最近原來發現 這個達敏福 我們唯一用得著的流感藥物 原來已經是證實無效的 其中在威爾斯親王留意的流感病人 一百五十五位 其實他們九成患了流感病毒H1N1 而達敏福對這班病人 差不多可以說是九十六個百分之九成六 這類的病人是完全失效的 他估計整體來說 達敏福對香港人的流感 應該百分之八十是無效的 雖然醫院證實不是百分之八十 而是百分之九十六 根本是無效的 我們以前也提及過 其實達敏福這隻西藥 其實對流感的成效 其實研究方面 其實都沒有很大的說服力 因為如果大家有機會 去看看當時達敏福的研究 其實在研究裡面 病人除了服用達敏福之外 其實病人是可以用其他的工具 即是如果他覺得有需要 他就可以用的 所以不能夠很清晰證實到 達敏福 真是因為達敏福 而令到他們的病情改善 但結果他都發現 所謂有效的最佳有限 只不過是將病徵的時間 縮短一天到兩天 其實可以這麼說 真的效果是很少很少的 還有副作用大家都聽過 有些小孩子做了之後 神之失常 出現意外 這些都有的 但你知不知道現在 特敏福這藥 我們醫院訂了多少批貨 多到你不相信 因為之前你記不記得 當年有個禽流感 是 全世界都撲過去 訂特敏福 是 我們很偉大的 特特約抄 馬上幫我們訂 都訂不夠 當時好像說 如果真的有禽流感爆發 要配給 好了 現在你訂了這麼多貨 那貨怎麼辦 結果發現已經沒效了 不要有效沒效 你也知道 第一 藥有時限 第二 我收你訂 第三 你要按合約給貨 好 那些貨回來 又沒效 又不可以給別人吃 那怎麼辦 醫生你開談 你也知道 我跟藥廠 我跟他講 通常都會這樣講 我一堆藥 譬如三年有效 好了 我用不太多 可以換藥 可以的嗎 有 很多時候都換藥 可以換藥 可以換藥 經常都有 換來換去 其實藥的成本很少 但我們很偉大的醫管局 是沒有 當時發財 你記得嗎 沒有 沒有 沒有換藥 現在不能換 還要按時 你人合約 足夠美金給我 但現在沒有人去問這個問題 沒有一個醫生 沒有一個護士 沒有一個醫療監察 沒有一個病人權益會 任何人都沒有 我相信我是第一個問這個問題 全香港是我第一個問這個問題 因為內情我都不太多人知道 原來有一個這樣的交易 這麼窩可的交易 錢花去不重要 但你要收科 現在收不到科 藥廠不會理你的 一路送來 一路給美金 那怎麼辦 很明顯 為何會搞到這樣的田地 原因是因為 人們對流感 真的很害怕 既然很害怕 我想問一下 流感 幾百年歷史 真的 其實以前打仗 最害怕的 第一件事 就是怕傳染病 所以為何軍隊一定要有醫官隨行 第一件事 就是要防止傳染病 要瘟疫 流動 平常不過的病 為何這幾年搞到這麼嚴重 學校又停課 我們搞到幾乎經濟很不成功 幾乎要封了香港 曾經也是 曾經是有沙士 或者是昨天的病 幾乎是要想到封港 怎麼搞到這麼嚴重 其實 在座每一個人 誰沒有試過有流感 很多人都發覺消感 最平常的病 但為何搞成這樣 我們用了很多資源去做這件事 洗手洗手 記不記得 又要一比一九九 還是幾乎多少 做很多事 但很快 越做越和 這些流感是越來越嚴重 或是我們越來越搞不好 我又想問問醫生 其實我們要看看世界各地 流感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知道 男性感染很普通 有些季後性 很多國家都會在冬天的時候 好像是高峰期 香港好像是三四月 在春季春天的時候 這個時間是高峰期 也不少人會傷風感冒 每年都很多人 因為流感而死亡 尤其是老人家 體質需要的那些 其實這個一向都是有 從來沒有改變過的 這是大家接受的 就是低疫癌症 美國死的癌症 有五十五萬多人 每年死的癌症 那怎麼辦 心臟病和中風 六十幾萬人 每年死的病 所以我其實都是接受了 你說那些雞鳥禽鳥流感 人可以患流感 雞鳥都一樣可以患流感 所以在一個常理的看下 我們感覺到 為何我們會搞到 好像這麽大件事 我們很多小時候 可能養雞 或者是香港 以前在新界 都很多家庭 都會養下這些癌症 很多他們都記憶之中 都講及 在他小時候 通常 當他們見到一隻雞 好像病病的那時候 第一件就先吃到它 等它未死之前吃到它 其實從來沒有人 對這些所謂禽流感 有什麽恐懼的 加上現在劏雞、殺雞、處理雞的人 又不見到他真的 各個罷工 這麼危險 死人 每個人都沒有人 最好你就賠償給我 三十元一隻、五十元一隻 不用做到有錢賺 他們完全不覺得他害怕 為何醫學界這麽害怕 其實整件事可以追溯到 剛才所說的 在大戰的時候 因為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1919年、1918、1919年 大概是一年半的時間 十八個月左右 曾經有一個全球性的流感 的瘟疫 大家都不知道真正的成因是這樣 有些說是豬流感 有些說是西班牙流感 其實真正是什麽流感 大家都不是很詳盡 那為何會豬流感 當時他說在軍營裏面 很多動物和禽鳥 有時跟軍隊和士兵混在一起 有時也看到片段 那些士兵真的是隻豬要玩 結果在美國有一個軍營開始 其實不是西班牙開始 那為何會叫西班牙流感 那原來西班牙是第一個國家 是報導這個流感的爆發 那其實根本是美國帶過去的 那因為它第一個傳媒報導 那就被人賴到西班牙流感了 那結果那次那個 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個流感 大概是經過三波 三個波浪 影響人數其實都估計 差不多可以有五億人染病 那死亡呢 估計大概有二千萬到四千萬人 當時是死亡的 而最可怕的是 當時是流感死亡的人 又不是那些年紀大 或者是小朋友 免疫難力差那些 通常是那些年輕力壯的士兵 那有時是死得很快的 早上早上生歐歐的 那到下午就死了 那所以呢 當時是真是一個 是一個很 在我們近代歷史上 是一個很 就是死人死了很多 那當然呢 在十七世紀、十五世紀 都有那些瘟疫 黑死病 那 那 真為這樣的陰影 那導致我們這些人 一直是看到流感 都有很 就是很 很敏感的反應 可以這樣說 但是記得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吧 那到今時今日來講 都經過這麼多十年 差不多成九十九十年 不斷地流感都有出現 每年都是有人流感死 那這個一直都有的 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好了 那所以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突然之間 將這個流感 發大到一個這麼可怕的 要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 都要出手去處理 那當然有很多種的說法 那有一種的說法 就說 其實這個 都是背後 都是一種全球一體化的一種手段 那就是它怎樣令到全世界各個國家 都是收服他們 就是聽他們一枝笛 就是聽那個世衛的一枝笛 或者聯合國的組織的指引 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用這些千年流感的疫症 來嚇我們這些人 到時到後 要有很多特別的健康條例 就是大家要純服在一個全球的體系裡面 所以有一種的說法 就是根本這是一種其中的手段 就是等於我們這個金融海嘯都是這樣 就是將全球的金融體制 就全部崩距了 然後政府就介入 就收取了所有的財經那些機構 就政府收入 然後就很多所謂的地區性聯盟 就是北美的聯盟 歐洲的聯盟 跟著是亞洲的聯盟 跟著上面就是世衛再來控制我們 其實有一種的說法 就是根本這是一種手法來嚇我們 我就想問一下 如果真的有一班人 有一班機構 有一種宣傳的力量去嚇我們 但是嚇一下又變得好像很真 你嚇我一次而已 如果真的沒有過這種事 你嚇不到我 但是現在嚇一下 如果是嚇的話 但是我們的感覺 真的好像很迫在眉睫 今年開始有很多人 給錢便宜一點去打針 是 到底是 會不會是一班人 我們知道 是 要醫治這些流感 要用藥 你要去幫助醫療人員 是 你要去打針 這些全都是錢 是 那會不會是為了錢 而去做這件事 當然最終的 你要看到 整個醫療背後的問題 全世界都是 基本上醫療服務 全世界都破產了 每個國家都要用不同的手段 來控制它 現在美國就最明顯了 因為現在可以這樣說 美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地方 醫療基本上還是以私營化為主 其實香港的醫療大部分都是政府的醫療服務 大部分差不多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醫療服務 但美國暫時都不是 除了這些老人家 或者真的很窮 所以它是Medicare 在很特別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都是靠私營去處理 所以這個問題 你也看到 是特別白熱化的 在美國醫療的問題 亦都不同的討論 香港最近也有很多種說法 上次我們也提及 今次的budget方面 很大部分錢 剩二十多億 都是三年之內 八億八億給醫療服務 很明顯 當然從中是有人得 是獲利很厲害的 好了 問題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我們是否真的要這麼驚 是這麼無奈 遇到這些流感 說實際上 真的發過一次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還有我想問一下 特醫生是很貴的 一見到他 就不見到 起碼是八百元 如果是私家 醫療流感 是 我想問一下 會不會有其他 我們現在沒有 即是個人來說 是 沒有辦法令到 流感減少發生 或者令到 流感規模減少 唯一我可以做的 就是盡量令到 我不要受到流感 第二就是 我就算受到流感 我可否有些方法 可以令我 醫好我 或者便宜一點 其實我們在前幾年 即是香港有流感 沙士的時候 其實我都寫過一篇 很簡單 一個文章 我說其實有一個很簡單 即時能夠解決 所有問題的方案 即時 即時 沒有分析 原因就是這樣 我們其實為何害怕 當時那個 在非典型肺營的時候 其實我們害怕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當時都不知道 哪一種的所謂病毒 導致這個 鼓來鼓去 鼓了很多次 都猜不到 還有 醫療人員 自己都救不到自己 很害怕 都不知道 什麼的起因 起了之後 又無得醫 只是害怕 整個恐慌的背景 就是這個 無助無奈的恐慌 就是這個問題 根源就是這裏 好 好了 我解釋給你聽 如果我有一種 很簡單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便宜 又非常之安全 寶寶仔 孕婦都可以用的 而效率 差不多 一百分之一百 如果我們香港人 或者地球人 知道 其實我們根本 有這些簡單 又有效 又有安全的方法 存在的時候 你覺得有否恐慌 我覺得應該是實有 以前的人這麼窮 今天又病死了 以前不會看一次病 有八百元 應該是實有 不過我們不知道 就是傳媒不告訴你 這些事實 如果大家真的在網上去找 都找得到這個事實 其實其中一個事實 我經常說 你不用怕 其實有一種醫療方法 是今時今日 都是很多國家都在用 這就叫做同類療法 這個事實 是很少傳媒說的 通常是說到 那時候死了 二千萬到五千萬人 死得很厲害 很嚴重 治不到 很多人很快就死 只是說這就斷了 不要說下一節 下一節的事實就是這樣 其實當時 在美國的醫療界 在美國社會 是有一類的醫療 是叫做同類療法的 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美國的 在軍方 是有同類療法醫生 在那裡 但是美國的內戰 那時候都有的 即是南北戰 是南方的時候 其實很多同類療法的醫生 在那裡的軍醫 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其實美國仍然是有同類療法 醫療的服務存在 也有很多同類療法醫院 也有很多間 是當時的同類療法醫學院 今時今日還存在的 譬如波士頓大學 米茲根大學 Ohio State 加州大學 還有一間叫哈梅曼的醫學院 這五間的醫學院 其實全身是同類療法醫學院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醫學院 那個圖書館去插一下 你也看到當時的那些 即是醫學上的臨床那些 那些的資歷是很多的 好了 那在一九二三年 有一位醫生 就把這個 流感當時的治療 死亡率的數據 寫在一個醫學雜誌那裡 當時是美國跟他療法 學會的五月刊那個會刊裡面 是登了出來的 那他說 原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當時在西醫醫院 即所謂的對抗性醫療 俗稱叫西醫醫院裡面 他分析二萬四千宗的個案裡面 當時死亡率是大概28.2% 而相對地 在同類療法醫院裡面 是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宗的個案裡面 死亡率是只有1.05%的 好了 其實當時也都在那個醫學雜誌裡面 都有很多這類的報告 其中有一個報告 就是講在Cincinnati那裡 那裡 有一個戰船 就是前往歐洲 那戰船上 有一位醫生 就報道了 他船上發生了81宗的流感個案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同類療法醫生 是一個軍醫 但是同類療法醫生 他就用同類療法的治療方法 處方是沒有一個士兵死亡的 而另外一個韓線相同的船上 就是大家都一起去歐洲去戰場 那另外 既然在那個流感的士兵流感裡面 有三十宗在船上的過程是死亡的 要轉是送給另外一隻船 因為另一隻船是死亡的三十宗個案 那你也看到 在這些事件 你看到同類療法 是可以百分之一百 處理這些病 那他當時也是用幾隻 幾隻我們常用的同類療法的療劑 那就是這樣說 其實在我們的醫學領域上面 其實有很多種的醫療 即不是我們只是認識西醫 中醫這樣簡單的 其實醫療的領域是很廣泛的 那同類療法 在今時今日可以這樣說 是屬於全世界第三大醫療 有八十五個國家 是有同類療法的註冊條例在這裏 那好了 有人會問 香港人可能對同類療法的認識會很少 什麼是同類療法 那其實跟療法差不多是一種 有二百三十年歷史的一個醫療的體系 那他是一位德國的哈尼曼醫生 是創立的 那哈尼曼醫生本身是一位西醫 也是一位藥劑學家 也是一位語言天才 他差不多是懂七八種語言 包括阿拉伯語言 就是很多古代的語言 希臘文 他都很熟悉的 那當時是 這位醫生在一個很無意之間 是做一個實驗 就發現了 其實藥物是應用的方法 是用一種叫做同類相治的方法去治病 那基本上他就是翻譯一些這樣的資料 他發現其中他看到的一個是關於金雞納商医的藥疾病 那當時在英國一位很出名的教授 是Professor Cullen 在蘇格蘭醫學院的教授 他說金雞納商之所以能夠醫藥疾病 是因為金雞納商是腐結有修檢的特質 因為哈尼曼自己是一個藥劑學家 他寫過藥典的 所以他很熟悉很多藥都有相似的特性 那又不見過藥可以醫藥疾病 於是他就開始做一個實驗 他就自己就吃那種金雞納商的藥 那一路復食復者都沒有多久 他身體是出現一些變化 他發燒、尖寒煎凍、出汗這些症狀 其實是跟金雞納商的症狀是很相似的 但是他停了之後這個症狀就消失了 但是跟著他再吃那種症狀又回來了 於是他領略到原來醫療有另一個原則 就叫同類相似的原則 或者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我們會再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痛的療法是一種怎樣的醫療 他有什麼醫療的原則 還有我們是怎樣可以選擇不同的療劑 所以是醫治現在我們所害怕的禽流感 或者流行性感冒 我們休息幾分鐘 哎呀你輪轉回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好了我們很快回來繼續我們今天的講題 我們剛才這麼說 現在流感又來了 我們說其實不用怕的 因為我們有一些很簡單 很有效 很安全的方法 差不多百分之百都醫治 那就不用怕了 事實上就是這樣 但事實上很多人沒有人知道 因為一般的大眾傳媒也不知道 可能知道也不敢說 我曾經跟大家介紹 其實在現時的醫療方面 除了我們香港人熟悉的中醫 西醫 嚴格來說應該叫對抗性醫療 還有一個醫療的體系叫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是大概230年前 一位德國的醫學家 是他發現和創立出來的 同類相治這個原則 在醫學歷史上 其實是有很多很多年歷史的 我知道了 一個你的同類療法就是同類相 你的同類相治 另外一個就是對抗性醫療法 但我知道對抗性醫療法 一定有一件事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為何他的死亡率這麼高 因為他有副作用 還有很多是不可預見的副作用 死亡不是因為他落藥去或死 而是落那種藥是有副作用 令他產生病變的死 不是原來的病 如果同類療法 據你所說 死亡率這麼低 即是他的副作用一定很低 或者幾乎是沒有 否則他不會死亡率這麼低 即是我們有一個可以接受的死亡率 其實是用來騙人的 根本是死亡率 我不可以接受 即是醫死了你 對不起 你可以順便這樣 即是可接受的 其實根本是不可以接受的 沒有理由他死 即是沒有理由他任由他死 是的 那問題就是 我們醫療的手法 很明顯 除了我們的化學藥 是一種不是天然的物質 從來不是我們身體的結構 或者身體系統的一部分 需要的原料 所以入了我們身體 身體一定會抗衡 所以很多副作用 都由這裏可以理解得到 但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醫病的手法錯 即是對抗性醫療 即是可以說 甚麼是對抗性醫療 你看回藥名都知道 抗生素 即是殺細菌 消炎藥 即是對抗發炎 退消藥 即是對抗退消 禁消 止窩 止窩 止牛 這些全是對抗病徵 所以我們叫做對抗性醫療 在英文叫做allopathic medicine allopathic medicine 即是整個醫療的體系 用醫療的手法和原則 去對抗病徵 為何它這麼失敗 最重要是了解到 整個身體的病徵 背後的原意是為何呢 我們身體為何有時候 有感染會發燒 為何有時候 會吃錯的東西 會吐 吐不切就吐 吐不切就吐 有時候 皮膚有時候 會發髒的東西 走出來 吐出來 即是 其實我們要了解到 身體是有一個 有一個 自己醫治自己的力量 有一個所謂叫做 自我條理的本能 一定有的 否則 甚麼都要靠藥 不是靠醫生 早期的人 每個人一有事便死了 是吧 很明顯 人是有一個治癒的能力 而我們一般所見到的 所謂病徵 嘔吐 發燒 流鼻梯 打痴 這些咳 基本上都是身體 企圖把毒素排離身體 如果你要了解這個 基本的道理 即任何方法抗衡它 其實是對身體不利 所以 為何可以解釋到 為何現在西醫對抗性醫療 這麼徹底失敗 為何當時死亡會弄得這麼高 哈密曼自己本身是一位西醫 他亦是一位藥制師 有七國議員 是一個天才 他很小 已經熟讀七國議員 他當時在翻譯書之下 遇到金吉納商 之所以為何能夠醫藥疾病的解釋 好了 他認為這個解釋是不合理的 他說一定有原因的 他真是醫治 當時金吉納商 真的成功地醫很多藥疾 他說他是醫治 但又不應該這個原因之下醫治 他就開始做實驗了 即是和他療法是一個實驗的醫療 是一個很有實驗基礎 是拿人做實驗的 不是拿動物做實驗的 所以他的病理其實是很準確的 因為是人那裏得回來的 以及在一個健康的人試驗之下得回來的 是由他自己的身體實驗 他就發現原來醫療有另一個原則 這叫同類相似的原則 其實這個原則 其實不是他發明的 Parasels審世的一個醫學家 是一個很出名的醫學家 其實已經有說 在他的著作裏面 都有提及同類相似 like can be killed by like 所以哈利曼 其實可以說 是將每個點聯合起來 讓他領略得到 原來醫療是有另一個方法的 另外一個哲學的 這叫同類相似的哲學 其實和療法是這樣的 是他一個這樣的突然之間 在一個實驗裡面 讓他領略到這個原則 好了 和療法我剛才所說 是二百三十年前開始了 他除了在第一次災害大戰 應用在流感 那個成功率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而西醫的成功率 死亡率很高 死亡率很低 其實過去同類療法 之所以被醫學界推揚 甚至乎在國家之採用 因為他這個病是很多傳染病 星紅燕、白喉、霍亂、傷寒等 這些病 這些病是當時西醫的用的工具 都是很粗糙的 那時候也沒有抗生素 所以很多時候 那時候的死亡率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到六十都是死的 但是和療法機 處理這些病的死亡率 差不多是西醫死亡率的三分之一 甚至五分之一 在這個傳染病的成功率之下 同類療法是被普遍地承認的 好了 同類療法 除了是用同類相似的原則 有些人會問 其實那些藥是甚麼藥 很多人會問是否草藥 跟中心藥有甚麼不同 同類療法 其實它叫同類療法 當然有同類療法的藥 它又不是一般人所認識的草藥 但是始終有些物質開始 所以同類療法 現在在醫學藥點裏面 美國國會過去 百多年前已經有定立了 同類療法的藥點 就是藥是應該如何採集 如何製造 在一個政府的規範裏面製造 這些同類療法的療劑 它大部分都是天然的物質 當然大部分都是草藥的 也有些是天然的發酵物質 抗物質之類 也有些是天然的毒藥 譬如有些有毒性的草藥 或者動物的毒液 譬如蜘蛛、黃蜂、蛇的毒液 這就等於中文蛇所謂的 以毒公毒 在某程度上 可以這樣說 同類療法是包含了以毒公毒的概念 但整體來說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一定有毒 有很多是天然的物質 譬如有一個療劑是很常用的 是食鹽 即是我們平時的調味食鹽 這是一個很常用的療劑 很明顯這不是毒液 很多人經常都會食鹽 又不見他會醫病 食鹽吃得多 又說高血壓之如此 不是用來醫病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物質可以有這麼厲害的療效 原來同類療法的療劑 是經過特別的處理 即是他將原來的草藥 或者礦物鹽 或者金銀銅鐵石 或者毒液 是將它不斷地稀釋它 稀釋的過程裡面 稀釋一下它 接著我們稱為充能 充能即是加些能量 如果大家基本上的物理學都知道 能源有很多種形式 有可能用光的能源 或者用熱力的能源 或者用電力的能源 也有些我們稱為機械性的能源 同類療法的製造過程 將原來的物質 是不斷稀釋它 譬如我一滴草藥 或者滴一滴 接著加99滴 是酒精混水 接著將混合物 撞擊它五十至一百次 早期哈尼文的弱點 指示 你將它是一本很厚的書 當然最厚的書 當時也是《聖經》 當時是《聖經》 然後來到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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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它五十下 接著將它倒出來 剩下一滴 拿回一滴 來撞擊它 如是者 有百分之一的 一百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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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斷稀釋的 大概如果大家 在化學上 都有些少少的認識 我知道 如果我們這樣稀釋 到某個階段 我們會到達 我叫做 Avogados number 任何物質 如果我們由一個 gm molecular weight 開始分稀釋 到一百分之一的 一百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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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次 就剩下一個分子 但是同樣 療法的療劑 很多時候的稀釋 是更稀釋 多於十二次 三十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萬次 即是很明顯 我想問 普通人的想法 就是 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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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減越淡 減一下 即是剩下 減了水 減完的水 減了我生病 有些奇怪 很明顯 它的過程中 当然是原来的物质的成份,可以这么说,在理论上是实际上,你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分子的成份,但是实际上,它真的可以医到这些病,我们讲的不是那些情绪的病,不是那些心理病,我们讲的是星红热,白猴,霍乱,那些杀伤力那么大的所谓的流感,那就是很明显。 这是一个我们暂时来讲,在我们的科学领域里面,其实都是未能够解释得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么稀释的药可以医到这种病,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批评或者不肯接受的疗疗医疗系统的人,通常都是用这一点的,根本是没有东西的,根本是一个心理作用的,但是心理作用,那你有没有可以用心理作用, 你试试一下治理的流感,香港的流感,你问你可不可以说我和他聊剂来治疗。明显的原因不是一个心理作用,它是真的有些东西的,那是有些什么东西呢。 我知道现在既然是流感高峰期 一定有很多人来光顺你 现在医务所一定有很多人 我看医务所 现在走过的医务所 全部都是流感病 你一定是用过这种药 到底成功率有多少呢 当然我们一直都有 在我们的医疗流感里面 从来没有人医疗医院 用这么大剂 我相信很多中医的经验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处理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说回刚才那个 因为那个很关键的概念 有两派 一派说你那样东西是没有东西的 一定是假东西 一定是安慰药 但同样了解 今时今日不单只用在人身上 用在BB身上 用在昏迷的病人身上 用在一个神分之软 神之不清的感冒的 挂高烧病人身上 用在动物身上 很多时候在外国很多兽医 都用这种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不是因为安慰的心理作用 既然不是的时候 那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我们会承认作为气 气功有气 在针架里面有所谓的穴位的气度 生命力这类的概念 很明显 就是在我们的健康 主管控制的健康 声音的频率 和杯本身的自然频率 产生共鸣 所以就会加强它的反应 在某种程度上 同类疗法 可以这样说 都是利用这个能量 就是在稀释过程 那个物质 除了有本身的物料的成分 其实是另外一个能量的成分 在稀释过程 其实我们是将能量的成分 不断地保持它 而物质的成分一路一路减少 最终最终 我们的医疗 是用物质的草药 或者抗物盐 或者毒药的本身的能量 是与病人产生过共振 但我有个不明白 其实你来去只有几样东西 就是原本 那个药的物质 很小 第二就是 酒精的水稀释了 其实给我的感觉 就是好像 这些东西 不断不是能量 好像是一条锁匙 打开了你身体自己自救的功能 多于能量 你这样没有能量 你又没有辐射 没有辐射照过它 尽多是撞击它 但是撞击能量有多大 很小 但那些撞击能量 怎会是足够 令到你身体的病 或者身体的流感 细菌会消失呢 这个叫共振 整个概念就是共振 我们身体很明显 我们身体有自己 医治自己的力量 你说这么稀释的东西 那些病毒怎么杀呢 不可能杀任何病毒 当时的白猴菌 霍乱菌 伤寒菌 都很明显 这么稀释的东西 不可能有化学的层面去杀它 我一定要接受 这是事实来的 我只不过 企图解释这个现象 事实是这样 我怎么解释呢 我们说用能量层面 其实能量不是说 不是一定要很高的 比如我们唱歌 远距离唱歌 会令到玻璃震烂 大家都看过 在华盛顿 有一个吊桥 在一个大风的摇摆之下 整个桥都散了 爆了 所以 不是因为高音低的分别 而是最继续物理好 好简单 就是适合的频率就可以了 没错了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 频率是多少 没错了 你放这么多频率 适合的 synchronize 没错了 它就会搞定了 没错了 但我们当然不知道 那个magic picture 在哪里 当然 我们暂时没有这个仪器 可以去测量这个频率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仪器 如果假日 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仪器 可以测量药物的频率 也可以测量病人的频率 病态的频率 那我们就很棒了 然后可以这么说 痛的疗法 最后可以这么说 是百发百中的 play the right music 就是等于play the right music 但是暂时来说 播个对的音乐就是 280年前 我们科学的工具 未去到这么高层面 刚才今时今日 我们都没有 那我们怎知道 就用这个 我曾经所说 用那个药物的实验 健康人吃 就会令到健康人病 就像哈尼曼 当时用那个甘鸡纳酸去吃 接着它就会产生 那个药疾的病症 相似 药疾的相似病症 它记录了这些病症 这种物质 在令到健康人出现病症 如果有个病人 有相似的病症 用这种药 稀释成为同类疗剂的药 就可以医病了 所以叫同类相似 其实同类疗剂的药物 是很多 有成千多种的 过去 所以最近正如你所说 现在是伤风流感 轨迹 我们一直都有处理这种病 我们亦用过好几种 这类的药 其实疗差是成千多种 但是在流感方面 当时在美国当时死亡人数 那么高 其实当时的医生用的药 大概都是四五种 当然它有些病症 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它要配得对的时候 是很快就会痒得回的 有些人问 会快到几快 很多人经常都说 中药是OK的 是调理一下好的 但是医病是不够策略快的 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 也不是就这样说的 它真的经验上是这样的 但是在同类疗剂的经验 其实是可以快到你 是吓死你的 在感冒可以一个小时 或者几个小时 或者睡一觉 完全康复 所以 其实要快的医疗 不是只是那些西药 那些很猛的药 去按你的症状 按得快 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疗剂 只要你配得适当 是对的 也可以很快 我最近 就是说过去一两个月里面 我们看到病人里面 我们所用的药 主要的药 是包括有一个叫 申 即是Axenicum 申 这个药 其实很多时候 是有肠胃炎附带的 最近 今次的流感 是很多的 是有肠胃炎的 肚射 在报纸也看到 集体性肚射 这样 这种 这个申的疗剂 通常是个症形 就是病人 是有肚射 射到人就虚缺了 是很累的 我告诉你 肚射未必关一个事 关一个很重要的事 告诉你 因为现在 生意不是很好 尤其是吃日本菜 生意的 处理得不好 OK 令到很多人肚射 OK 不要紧 你问病人 你之前有没有吃日本菜 生意的 如果 在同样的疗法 例如新的药 如果有些人吃坏的水果 或者肉类 是肚射 也会用回这种 痛的疗法 就是这样 意病同治 同病意志 因为主要是你的人的反应 你的反应是吻陷 这个药在健康人制造 这种药就对了 不论你吃错 鱼山 日本菜 吃坏了 或者是流感 最近我看过很多 是小朋友 小朋友不可能 不应该去吃这种 吃坏的 你以为 大人兜的小朋友 好吗 夹够你吃 不要紧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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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菜便宜 是的 如果一个病人 是这样 肚射 射到虚缺了 累累 又口渴 口渴得来 要慢慢喝喝水 喝暖水 人很冷 很不安 有时发烧 尤其是晚上 很厉害 射到虎状的水 这种 有些焦虑 烟尖 怕死 经常被人陪 这种病状 病症 症状的态 我们就用这个 阿尼琴 是新的 很有效的 另外一个 我最近用的 有个叫欧树鱼 叫做 Brionia 这个形 很有趣 病人 病的时候 很干 你看到它 是干烧的 嘴是干 不想动 很口渴 要大量大量喝水 又不想出街 你看到 在诊所见到它 你看到它 是不动的 你去跟它谈 安慰检查 它是很紧疹的 这种的阵营 是跟生矮型不同的 生矮型是很不安的 走来走去 不知躺躺下 不知想怎样的 在床上都是转转反侧的 但是 Brionia型这种的病 它是不想动的 它可能头痛 骨痛 你总之 你一动它 它就更痛 所以它是睡到定一定 是不想动 不想吵 不想你骚扰它 这个 亦都是我们过去 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遇到的案子 又用这个 叫Brionia 还有一个症型 很有趣的 这个症型 叫Gelcemium 我最近用过 成功医好这些 最近的流感 Gelcemium 这个黄素兴 应该这样读 这个症型的病人 看上去是 眼睹睹 头睹睹 头重重 不想动 经常说好云好云 又不口渴 不想吃东西 他人是一种很软弱 很昏的病态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病人 眼皮随随随随 无精打采 我们就会采用这个 Gelcemium 我想问一下 很简单 如果 我用对抗性 很简单 去药房 我买药 可以 但是 这个疗法的药 哪里买好呢 如何买法呢 疗法 在外国 比如欧洲 是随家都可以买的 英国也是 很多药房都可以买的 英国 在法国 大概50%的医生 要是自己用 要是转介用 英国 大概有40%的 所谓Family doctor 会转介病人 去看同学疗法 英国也有五间同学疗法医院 所以 这个问题 在香港是一个传统的问题 当然 我们自己的诊所 也有很多人 走来配药 因为他需要知道 他可以买到这一类的药 就是这样走进你的诊所 我想配这些药 如果你知道就可以 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舒适 因为跟疗法一向 都是有对家庭的应用 为什么 因为它安全 就算你说很难配 配得不好 不要紧 配不好就没效 但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所以同学疗法 在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用 其实都是四五只主要的疗法 都可以搞定 好了 时间都很快过了 我们暂时要休息了 今晚 我和李永康 就要和大家再说一声拜拜 好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三 九点到十点 再在网上和大家会面 拜拜 拜拜